日前 運輸安全管理局在三藩市國際機場的安檢中發現走私毒品 事發於6月27日 在對23歲的Joan Manuel Paz Guzman行李進行安檢時 工作人員在其兩個行李箱中發現6公斤的冰毒 據悉Paz Guzman原計劃將這些毒品走私到澳洲 Paz Guzman隨即在機場被捕 兵面臨運輸冰毒 持有冰毒及盜舌等多項指控 目前他已被關押在McGuire 懲教所